即时新闻综合报道 应设打假球遭终身竞赛的前职棒球星张志佳 今年8月金传欠债跑路 又传与前期中安杰离婚 周刊报道 张志佳因现赌债审引后 汉中女成立投资公司赚钱 被股东指控一似诈骗 今有千万 在开张后两个月就宣告经营不善 利用假离婚躲债 至于周刊报道 张志佳身边有人透露 去年下半年开始 张志佳夫妇先加入正派直销公司美乐家 积极拓展直销组织 今年上半年 夫妻俩在开设新公司顶顺慧 经营大陆电子商务腾云生活 开放每股36万元入股 集资约1000多万元 并对外宣传在台中市知名商场 Tagel City老虎城旁 租下每月租金9万的办公室 报道提到上月 张安杰在内部群组上告知 与腾云生活案子必须结束 股东投资的资金可能剩不到一半 让股东们惊慌失措 纷纷要求退股 有股东怀疑民间谣传张志佳 一直躲在中安杰家中 那鼎慎慧就是他们夫妇吸金诈骗的一出戏 张志佳的钟性岳父对此回应 我不早的耶 被问及张志佳是否人住在娘家 钟父则说 应该没有吧 你这么问我 我不早的 钟父最后感叹说 他 张志佳 很可惜啦 他能自己出来解决最好啦 或论